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摸鱼看小说不被老板发现的方法 在TouchBar上看小说 首先先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有两块 一块是小说的内容 一行一行的显示 另一块是关闭 这个关闭按钮我特地设置的比较大 怎么按都能按得到 在TouchBar上看小说 我一共设计了两款 一款是这个中文小说 一款是比较适合中英文都可以 它们俩的区别就是自动换行的模式不一样 中文小说是按指定字数换行 这个中英文小说是按标点符号换行 下面看一下中英文小说的这个效果 现在是中英文小说 一款英文小说 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根据标点符号 按标点符号换行这么显示的 这款还特地设置的一个效果 就是多行一起显示 如果连续三行的内容比较短 小于69个字符的话 就三行一起显示 如果两行加一块的长度 在69个字符之间 就只显示两行 如果这一行在60个字符以上 就直接显示这一行的内容 是这么一个效果 下面咱们看一下中英文这一款书发 然后看中文小说 看一下 然后看这本西游记 这个就是一行比较短 然后会显示三行 如果这一行比较长 就直接显示这一行的内容 可以看一下 这是根据小说的原文档 按标点符号换行之后的样子 然后一行如果太短 就显示两行 两行如果还是太短 就显示三行的内容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可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中文小说 还是比较适合用下一款 中文小说这一款 这两款触发的效果就能看到这里 下面看一下 要通过Touchbar看小说 需要用到的工具 首先第一个是这款软件 第二样是我的这款配置 第三个就是TXT文档 你想看的小说的文档 就这样的文档 最好是UTF8格式的文档 如果不是的话 也没关系 我这里设置了自动转码 但是可能会转成乱码 如果是乱码的话 就需要你自己将你的小说文档 转成UTF8格式 下面看一下准备工作 如何配置这么一套摸鱼的工具 首先需要安装这个软件 就不说了 关于配置的导入也不说了 配置我会放在链接里 下载之后双击就可以导入了 将我的配置导入之后 可以找到这两块 找到这个分组双击进来 看一下这里有两款看小说的配置 这款是中文小说 找到右侧这里 有一个文件路径 将它的这个路径更改为 你的小说的所在路径 这路径应该怎么找呢 首先找到终端 下一步 找到你想看的小说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本西游记 直接将它拖拽到终端里 就可以拿到这个小说文档的路径 然后复制 粘贴过来 看一下 这个样子 不要有多余的空格 这样就算设置好了 你要看的小说保存 下面看一下效果了 注意看这里 它会生成一个叫 原小说名加一个reading结尾的 这么一个新的文档 可以看到这个格式已经调整好了 每行最多显示30个字吧 差不多 如果你希望每一行显示的内容长一些的话 可以更改这里的 这个数字 可以更改为40 35都可以 保存好之后 将之前生成的这个reading删掉 然后重新生成一个 再看一下 这里已经改成了40 看一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这第一行已经有大概40个字 比刚才还长了一些 这一款是中文小说的配置 同样 按卡曼的加地 关掉这个 禁用这款 然后启用中英文小说 咱们看一下中英文小说怎么弄 我这里有一本英文小说 开始 首先要拿到它的路径 拖转到终端 拿到它的路径 复制过来 按卡曼的加地 这样启用它 这里没有那个小眼睛的 就是启用 同样将想看的这本英文小说的路径 粘贴过来 粘贴好之后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空格 删掉 然后保存 可以看一下 原文件是长这个样子的 一会儿会生成一个叫 看一下就知道了 运行一下 它会生成一个原文件名 加了一个read 这么一个文件 而且可以看到 这里是按豆号 表点符号这样 自动换行 这是原文件 这是调整好格式的 看一下效果 因为这个英文小说这一行吧 有长有短 所以不太好像那个中文小说那一款 弄得那么整齐 这是中英文小说的使用效果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说明 有关文档编码的相关事项 这个小说的文档 最好是天生就是UTF8编码的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会有乱码出现 我在这里默认就将 非UTF8编码的文档 就当成了GPK编码来处理 所以如果是处理之后 还是乱码的情况 那就需要你将 你的小说文档 自行地转换成UTF8 那什么是UTF8编码呢 怎么确定自己的小说文档是不是UTF8编码呢 还是来到终端 输入File 然后将你的小说文档拖出来到终端 回车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清楚的UTF8编码 证明这个小说文档是个UTF8编码的 如果不是UTF8编码呢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本 比如说这本 这本盗墓笔记 可以看到这里找不到UTF8 这就不是一个UTF8编码的文档 那如何通过终端将这个非UTF8编码的文档 转换成UTF8呢 一般从网上下载来的小说通常都是JPK编码的 所以可以把它当成JPK编码试一下 咱们看一下如果把它当成JPK编码 转换成UTF8 看能不能成功 从JPK转UTF8 从JPK转UTF8 将小说拓拽过来 然后来一个坚括号 空格 再粘贴 这里就不要是原文件了 不然会是空的 这里给它换个名字 然后回车 可以看到 这里重新的生成了一个文档 咱们看一下它的新编码 可以看到 这里是UTF8编码 对比一下 这样就是手动转换文件的编码 如果这样编码转换之后 还不是人化的话 说明它不是JPK的编码 那就需要你自行判断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编码了 或者更简单省事儿 就在网上重新找一个别的嘛 总会找到一个UTF8编码的 或者是JPK编码的 关于如何在TouchBar上看小说 就介绍到这 感谢观看 订个月呗 点个赞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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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